良心建議把它寫完 好不好 就那個張婷婭 張婷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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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把它寫完 不會 寫一下啦 求求你啦 拜託啦 拜託 打勾勾 欸 張婷婭 靠腰了 欸 理我 理我 張婷婭 寫一下啦 寫一下啦 好不好 好 我們後面其實跟數學沒有關係 那只是一個小彩蛋 好不好 好 到這邊 那我們要接著繼續講統計了 好 我們剩下的課就講一點點統計 我們就讓你自由了 今天120%會提早下課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那個卷子而已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下一張講的叫 就是我們的統計嘛 對不對 不管是一維的或二維的 標準差或相關係數 或者是回歸直線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簡單的 複習一些統計的小公式 小公式 簡單講 好不好 我們就帶你寫一下公式 我們先理解一下 什麼叫我們的算數平均數 μ 算數平均數就是 將每一筆資料去做平均 所以可能有n筆資料 用s1到xn做表示 然後除以它的個數n 我們就把它叫做算數平均數 這也是很簡單的 再來可能你要理解一些名詞 像中位數 什麼叫中位數 我們中位數用舉例的好不好 中位數的英文叫me 你可以這樣寄以我為中心 當然他絕對不是這樣寄 就是我自己口語上這樣掰的 me以自我為中心 就是中位數 他可以有兩個task 像是1245 可以嗎 有小排到大 然後如果是偶數的話 就是相加除以2 你會得到一個小 你不是30了嗎 30嗎 所以我沒有30歲 所以就得到一個小資訊 就是什麼 這個3有可能不出現在資料點裡面 對不對 你的中位數算出來 不見得會在1245之中 這個也是一樣 平均數也有這樣的性質 平均有時候算像你們班平均 然後數學可能76.2 76.2 就不見得會在我們的資料中間 可以接受嗎 好再來第二個cath 就是1271012 一樣要由小排到大 中間的數字 就是我們極數的中位數叫做7 可以嗎 這是很簡單的 再來中位數講完了 我們來講mo重數 可以嗎 重數 那重數的話 就是可能像取個例子 1122333 同學 好這是一組數量 他的mo是多少 我們找一個人回答 那個醜八怪 姚涵 求問重數是多少 姚涵 姚涵重數是多少 姚涵重數是多少 什麼2跟3 我不知道 靠 對啦2跟3 所以這裡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小啟示 就是什麼 你的重數可以不只一個 再來第二個 你要得到2跟3 這個2跟3 這兩個答案 都一定會出現在你的資料裡面 沒有什麼不會出現在資料 因為重數就是有出現我們才算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都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學這個呢 因為算數 因為算數平均數 有時候不能代表我們的那個統計上的意義 有時候重數跟中位數會比較合適 所以我們要學 就像我們拿我們的可能所得來講 我們內政部的所得平均來看 你一定有聽過了 我們的那個算數平均數是不是在4.8K 我們新竹市 還特別高 好像是5點多K 好像50幾K不是5點多K 看 雖然一個月賺4,800好像有點少 48K 48,000 這真的 可是絕大部分的人一定不是坐落在這 我們這個時候用重數 或中位數去看會比較準 因為他都會在比較高峰 潑峰的那個地方 為什麼這4.8K 明明是平均數會如此的不準 因為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有些人的薪水這樣很高 像什麼郭台銘 有可能有些人的薪水 怎樣比郭台銘高 像元松 所以因為有一些人 然後一個人的錢 就可以等於整個城市所賺的那個所得 所以這樣子平均下來 其實意義性就不大 它就是一個奇異值 或是叫那個 極端值或奇異點 然後我們通常在統計的時候 甚至會把它拿掉 要不然這樣子統計就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才會要學貌跟蜜 因為他不受極端的兩個值所影響 因為有可能怎樣 有些人像鐵頭 可能在天橋上當魔術師 一個月可能賺不到多少錢 對吧 所以這樣子平均就沒有意義了 好不好 這就是基礎的統計概念 再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這個章節所學的Sigma 標準差 標準差的公式 就是離均差除以個數在開根號 對吧 那公式的來源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我就直接寫了 Sigma 同學我問一下 大家知道Sigma 有學Sigma嗎 我也不太確定 大家有鐵頭有教你們Sigma嗎 因為統計這不是我教的 誰都有教你們Sigma嗎 有是不是 有是不是 我說的不是標準差 我說的是大寫Sigma 有教 有還是沒有 有還是沒有 講話講話有沒有 有沒有 有嗎 有嗎 沒有的話 那我就用列的囉 因為 不見得每個老師都會教 好 那就是每一筆資料 減掉算數平均數的平方 然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除以個數 然後再開根號 怎麼這個開根號畫的有點醜 這樣子好了 好 這樣子 好 再開根號 這個是一個算法 那它也可以怎麼樣 它也可以把它寫成另外一種形式 然後你把它裡面的根號內部 你把它呈開來去做畫 然後得到另外一種形式 這是每一個資料的平方 然後除以個數減掉平均的平方 可以嗎 這個叫方均減均方 平方的平均減掉平均的平方 這也是一個做法 這也是一個做法 這兩個做法 實質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沒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要分兩種做法 因為有的時候 像你用第一個這個是定義 什麼時候用定義去做 就是當每一筆資料 因為你要跟算數平均數去做相減 如果你有一筆資料不知道 那你就不能做相減 聽你懂嗎 就像假如今天他給你考試成績 你如果沒有座號1號到最後1號 可能沒有到50號的所有同學的資料 你就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因為你要減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減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資料明確的時候使用 這個在資料不明確的時候使用 好就這樣 這兩個公式 好這是一維資料的離散程度 因為它只有一個變數x 那到二維之後 我們感興趣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我們二維後在散佈圖的時候有講過 我們希望知道什麼 我們會希望知道兩筆資料的相關程度 我們就會用相關係數來表示 相關係數叫relation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r來代表 大學的話比較常用大學的r來代表 可以嗎 假如我們要看兩筆資料 s跟y之間的相關程度 我們就會這樣做 大家還記得相關係數的公式 可以嗎 相減之後再相乘 對不對 一樣要去求sigmax跟sigmay 你要把這兩個的標準差先求出來 可以嗎 還要把另外兩個的標準差先求出來 其實 好對就是把它求出來 再來還要求μx跟μy 因為它有兩組資料 所以你要把兩個的平均數都求出來 同學 這裡給你一個概念 在這一個章節 基本上要求 不管是你的標準差也好 或者是你的相關係數也罷 都一定要去求你的算數平均數 因為我們的比較對象 一定都是跟算數平均數去做比較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 離中心的資料到底相差多少 差的多這筆資料就分散 如果差的少這筆資料就集中 這就是一個大概的統計概念 所以一定是跟中間數 平均數去做比較 好不好 所以這個μx跟μy 是一定要先求的 這很重要 再來 每一筆資料像什麼 SI 也不能寫SI 不能寫SI 不能寫Sigma 我們要怎麼寫呢 怎麼寫呢 我知道了 就一筆一筆寫吧 耶 每一組資料減掉算數平均數 各自的算數平均數 相減之後再相加 相乘之後再相加 然後點點一點點 一直到X N-μx 然後YN-μy 然後雷再去除以什麼 N 排除掉數量的變因 再除以SigmaX 再除以SigmaY 對吧 這個我寫的當然是它的定義了 定義 可以嗎 大家還活著嗎 哈囉 大家還活著嗎 大家還活著嗎 可以 哈囉 哈囉 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可以嗎 都可以 好 再來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把上面的分子的部分 整個把它盛開來 回去做整理 會得到什麼 這可以把它寫成SIYI 不好意思 我一直念I 因為YI的I是個變數 就是1到N 所以我有時候習慣上會講YI 加上X2Y2 然後點點點點XN YN 然後 下面我先不變好了 然後剪掉 我們的N倍的μXμY 然後除以NSigmaXSigmaY 應該是這樣 好 這個也是算是另外一型的那種變化 講一下做這樣子的變化 我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的使用時機 因為上面是每一筆資料都要相減 所以上面使用時機其實是在資料明確的時候 下面是資料不明確的時候使用 因為這一些SE到YE的連續的相乘相加 他有時候題目會給你 好不好 以上就這樣 再來我們簡單口述一下 這個R相關係數 因為是指相關性的程度 所以它跟什麼有關 它只跟正負有關 正負相關 跟什麼乘以多少 然後加上多少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改變它的單位 它的資料其實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只跟正負N負還有關係而已 那標準差你的差子也不會影響 就跟倍率有關 好不好 這個我們到後面其實都已經講過 就不再多說了 最後我們再提醒一下回歸直線 大概需要注意的什麼東西 回歸直線大概你要知道 我們就是用點斜式去寫 就是Y減掉μY 然後等於斜率 然後X減μX 從這一個回歸直線 你就得到了一個簡單的東西 就是什麼 它必須要通過一個點 也是我們希望的 因為你的回歸直線 是要找出符合這些數據點的 怎樣最佳直線 所以如果你連中心的平均點都沒有通過 那這一條直線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不然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中心做比較 所以第一個你要知道回歸直線什麼 必過平均點 好這第一個 再來你要了解斜率 我們是把它做什麼樣的統計定義 我們讓它跟相關係數有關 因為相關係數跟什麼 跟斜率的正負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斜率 跟相關係數要有關係 對吧 因為我們定義斜率正它的相關係數正 斜率負它相關係數負 所以它跟R有關 N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相關係數乘上SigmaX分之SigmaY 大家知道SigmaX跟SigmaY的意義是什麼嗎 我這邊也可以出錢的講一下 SigmaX指的是S的資料的分散程度 SigmaY是不是就是Y方向的資料的離散程度 對不對就是分不分散 集不集中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空間中的這些點坐標 可能是分散的這些點坐標 你的R就跟斜率有關 所以你大概知道 它應該是一個斜率為正的直線 再來我們的SigmaX所決定的散度 其實就是在想 這些點你只看它X的坐標 你是不是可以決定它的分散 大概有多高多集中 你的SigmaY是不是就變成在討論 這一筆資料的分散程度離散 它的高低對不對 可以嗎 有沒有發現SigmaXSigmaY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 也表現了斜率 因為X分之Y是斜率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去這樣子定義這個統計量 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就想要知道S的分散 跟Y分散集中離散 然後表示出一個數值 就可以用斜率去表示它 仿佛就會有最佳直線的斜率 這是我們希望它表現出來的 特徵跟現象 好不好 以上大致上就是如此 OK嗎 好那我們要開始講了 有沒有人對公事還想多聽一點的 有沒有 哈囉 嗨人們 有沒有人對公事有什麼想要問的 張婷婷不要一比一到贊 你看 稍微有點熱誠 張婷婷 紫快有沒有要問的 紫快 紫快要不要問 好 好 紫快再歡呼應該是還好 有問題隨時問沒有關係 好 我們來先來看一下進階券 前面散步圖 我跟你講 如果是斷考 小考我覺得也會考 斷考也一定會考 就是它只會給你圖 然後去問哪一些是它要的狀況 這是很基本 但是確定會考的考題之一 我們輕鬆看一下好不好 他說用最小平方法去看回歸直線 發出發現有兩組回歸直線相同 請問是哪兩組 來同學 你現在A B C租這些點 稍微看一下 你覺得哪兩個的回歸直線算出來 應該是一樣的 好 給各位想 想5秒就好 好 隨便比 好 來 我們找一個人來回答好了 張庭雅 來就你了 張庭雅 你應該是要畫一個大概直線出來吧對不對 像這個大概這樣對不對 大概我隨便畫 這個A你覺得怎樣 A應該是大概這樣吧 是嗎 就是因為A和C長得特別畸形 所以他們兩個就很像 來我再問你一次 你現在看我把直線畫出來 你覺得哪兩個比較像 你再看一次 C跟豬吧 漂亮 我就知道你會 答案是5 同學 是5啦 不是A跟C長得比較畸形 那個C不是A K 你不能這樣看 不是這樣看 我們要看回歸直線的話 我們要去看它的斜率 懂我意思嗎 你那個A的那些點 畫出來的直線 大致上就比較偏向水平線 所以C跟豬是比較有可能的 聽得懂嗎 你斜率都是負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哎呦 張庭雅講話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Yeah 所以你不能看形狀 你還是要看它的直線大概要怎麼樣 你要把直線畫出來 好 再來 第二題有點智障 他這裡直接給你答案了 有點智障 然後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智障的題目 好不好 也會有簡單的 他說給你 各組資料 可能有15筆資料 然後他有算數平均數的差 每一個數值與算數平均數的差 稱之為離均差 那每一個離均差的成績合是360 同學 再給你標準差 然後 然後想問你他的相關係數介於幾到幾之間 如果你要求相關係數的話 你是不是要開始考慮要代公式 對吧 那代公式的話 我們就要再細一步思考 我們到底是要代資料明確的公式 還是代資料不明確的公式 對吧 是不是要選一個 好 那我現在來問一個小朋友好了 來 親愛的小朋友 我問兩個人應該不要容易答出來 來 林廷慧宇 我問你 你覺得這裡的資料是明確還是不明確 不明確 你覺得明確還是不明確 我說不明確吧 不明確 怎麼說 因為他沒有每一個 對 就這樣 我沒有要說你 對 因為他沒有媒體資料的更強 就像我們問你x2是多少 我就答不出來 對吧 你不論問哪一個我都不知道是多少 我們只知道他相減之後再相乘的結果 是加起來360 對吧 什麼叫離均差的和 離均差就是離平均的差值 所以就是x1-μx 然後y1-μy 那成績就是相乘 之和就是把每一筆都加起來 對嗎 根據公式 對不對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只要把那些數值帶一帶 帶進來 是不是就可以結束了 對吧 這就是相關係數 所以你的答案就變成什麼 是不是360 個數有15筆資料 請你有眼睛就可以看 所以就是15乘上s7.5 然後再除以y 這就是答案 這樣可以嗎 我偷偷心算一下 大家等我一下 我心算一下 答案是3 0.64 0.64 選3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簡單的帶公式 當然這裡照理講是要帶資料不明確的公式 可是因為他直接告訴我們答案了 所以也不用帶了 就可以直接把分子寫出來 好不好 再來我們不免俗 我們來找一題多重選來寫一下 就輕鬆 多重選 多重選 我看一下這一題 哪不難 多重選 那這一題 等一下 這一題多重選 有一點點不想寫 因為有點簡單 算了 來寫一下好了 來同學 這裡有5個選項 可以嗎 有5個選項 我們挑5個人出來寫 好不好 讓大家跟著我們一起來寫作 一起enjoy數學的思考邏輯裡面 好不好 我們挑5個人出來寫 我開註解 你直接在選項1 2 3 4 5 打圈或插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沒有作弊 我就順著這樣念下來 賴玉婷你幫我寫1 然後 鄭你幫我寫2 然後林婷惠幫我寫3 然後張廷雅你幫我寫4 然後紫快你幫我寫5 大家聽得懂嗎 二正念一次嗎 圈你就寫圈 X你就打X LINE你幫我寫1 然後正你幫我寫2 然後惠宇你幫我寫3 然後聽雅你幫我寫4 然後快你幫我寫5 好不好 紫快你幫我寫5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 那個圈不要再畫成這樣 跟鬼一樣 第三題聽到你是圈很差 我看不太懂了 第二題是圈對不對 是不是 好來我們看一下大家答案 大家答案寫 X X 好了多了 X 好了 你那個臉是被扭曲了 X圈圈圈是不是 X圈圈圈圈 X圈圈圈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他說相關程度的多寡 大家不要再畫了 我開始寫了 他說相關程度的多寡 他說相關程度越高 相關係數越大 大家都知道是錯的 因為相關程度 我們應該要看的是什麼 是不是R的絕對值 對不對 可以嗎 因為負的負0.999 是不是也怎樣 也有可能跟事實很貼近 對吧 基本上趨距應該要直線 用紫色筆的 用隨便的 你克制一下 你看 你看 大家衝到小 好 隨便 你想畫就畫了 來理你了 所以這一題應該是錯的 沒錯 我們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同學答對了 對成長中的而言 兒童升高與體重成正相關 他意思是什麼 升高越重 體重通常也會越重 這個是對的 所以二要選 水 再來第三個 他說二維數據 SY有12個數值 如果Y跟X有個線性變換的關係 2S-3 則成正相關 則成正相關 同學正相關的話 我們其實要先看什麼 正 斜率是不是正的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斜結式 斜率是不是就是二 斜率等於二 所以是不是正相關 對 沒錯 就是正相關 就這麼簡單 好 再來第四個 他說SYZ 它的SY相關係數0.4 然後X與Z的相關係數是負的0.8 同學 0.4跟負0.8 然後他就說 所以SY跟SZ比較 SY其實相關係數的相關性比較高 是錯的 同學 對不對 這個錯的 這個畫少年的朋友是誰 我剛剛講一下 1 2 3 4 這誰 張庭亞 你現在改來不及了張庭亞 寫錯又不會怎麼樣 你不要再 這個是什麼鬼啦 張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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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錯嗎 因為0.4跟負0.8 你去想想看 不要哭哭了 這又沒有什麼 就是0.4跟負0.8 雖然0.4是正的 然後比負0.8大 但是我們說相關性的話 你是不能看正負的 因為負 我們在相關係數是不是指它的斜率 對不對 所以 0.8如果單看數值是不是高度相關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它的數值 而不是它的正負 正負值代表斜率 所以答案我們選4是錯的 再來第5個 正相關與負相關可以從散布圖看得出來 對啦照理講是看得出來 但是我跟你講其實有時候看不出來 第5題同學 這是誰寫的 紫塊寫的 紫塊知道為什麼我說有時候看不出來嗎 紫塊你知道為什麼我說有時候看不出來嗎 NT你說我腦癱是不是 幹 只看是寫NO還是寫NT 哎 幹NT是腦癱的意思 哇 死吧 你們那個 這NT一定是那個妖安寫的 我跟你講 好 停了 我跟你講 因為大陸很多人都說你腦癱 就是你智障的意思 他都是寫 都會講NT 為什麼說不行 因為有時候散布圖可能長這樣 他絕對是真的是負的 如果是很低度的相關 其實我們很難確定 懂我意思嗎 當然有時候可以看有時候不能看 所以我覺得第5題他問的有一點不太好 所以我們答案還是選了 2 3 5 因為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好就這樣 再來 右邊這一個你可以自己去算看看 好不好 我就補算了 然後給你們自己回去做 大哥 好 來 下面那一題也偏簡單 偏簡單 我想寫一個比較難的 應該比較難 看一下線性變換有沒有比較難 線性變換這一題秒殺 怎麼了 姚漢你要幹嘛 姚漢你要幹嘛 姚漢怎麼了 姚漢 什麼我沒有幹嘛 我幹嘛了 你剛剛說你要註解突然跳出來 沒有啊 他上面寫 我是我討厭王漢松說要求要註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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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他會自己傳 好 沒事 你是白痴你 好來 那我們來請姚漢同學來幫我們回答這一題 好不好 同學這一題甚至連算都不用算 同學你還記得嗎 他說算是平均數 標準差 給你資料都給你了 9位同學 然後說這一個東西 我們稱之為什麼 還記得嗎 是不是叫標準化 對吧 減掉算數平均數除以標準差 叫之後標準化 那請問他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跟標準差是多少 來姚漢同學請你告訴我們答案 姚漢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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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回來 姚漢同學還記得標準化嗎 姚漢同學 姚漢同學 好問題 標準化你是不是忘了 標準化忘了我們都要講了 有沒有人還記得標準化的 還記不記得標準化的 鄭你記得嗎 鄭你記得標準化是什麼嗎 鄭 鄭 哇噢 哇個屁啊 欸 賴玉婷自己的標準化嗎 哇噢 好些了喔 賴玉婷還記得嗎 欸 賴玉婷是不是去喝水了 是那個 算數平均數是0 對 那你知道他的標準差是多少嗎 1嗎 對 所以這一題 如果你有記得那個小結論 你就可以直接寫它 漂亮 漂亮 就是他的算數平均數後來是0 然後後來是標準化 標準差是1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01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沒有記得 也沒關係 我現在簡單推導一下 每一筆資料 減掉算數平均數 來我們來看這個 Yi新的資料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 Sigma x4分之1 然後xi 然後加上Sigma x4分之負的μx 來到這邊 我停一下下 好了嗎 好嗎 來同學 我們現在要開始看了 這什麼意思 同學 你有沒有發現這很像是什麼 做線性變換 前面就是原本的資料乘以A倍 然後加上一個常數B 為什麼 因為你的Sigma跟你的μ 它都是一個什麼fix number 你要寫fix 就寫fix的就好了 它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它是不會變的 只要你資料固定 它就是算出一樣的數字 對吧 所以它都是一個固定數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就乘以2倍 然後加上3的那種感覺 我們有講過一個平均數 來同學 你前面如果是A 那你要跟原本的去做比較 那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是不是會跟著乘以A倍加上B 對不對 可以嗎 就放大A倍加B 算數平均數會跟著變化 好 我們就來囉 所以後來的μy 是不是可以寫成A倍 就是Sigma s分之1乘上 這是原本的μx 然後加上加上一個常數 4個馬分之負的μx 來 親愛的朋友 如果你的視力好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一加一減數就抵消 所以後來的算數平均數必定為0 好 這是第一個結論 然後再來它的標準差 我們知道 標準差 如果你乘以一個倍數 它的差值是沒有差的 對吧 因為標準差是會 是跟中間數的差值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一起都加3 我舉個例子好了 原本它的算數平均數可能長這樣 算數平均數在這裡 標準差的話 是不是看這一些離算數平均數的差值 可以接受嗎 這個好像沒怎麼差 好 算數平均的差值 那你全部 可能今天全部人都幫他加增高墊 就像鐵頭長太矮 你就會幫他加增高墊 你加了這一塊 它們差值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 所以對於標準差來講 你就算全部一起加減一個數字 都沒有關係 它不會影響我們標準差 它只有什麼會影響 就是你乘上一個倍數放大兩倍 它是不是會差一個倍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你後來的Sigma Y 是會等於A倍的絕對值 然後乘上Sigma X 那順便幫你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一個Sigma 為什麼會有一個絕對值 因為標準差 你在算的時候 是不是會 平方相加 出於 然後再開根號 平方相加開根號 開根號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正數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裡要加絕對值 我們再把A代換一下 你是不是會得到Sigma X分之1 然後 好累 Sigma X是不是等於1 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 他說老師 你Sigma X分之1的絕對值怎麼沒有了 同學 Sigma X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是標準差 平方相加開根號 不可能會有負責 所有的Sigma都是正的 聽得懂嗎 所以這裡答案就是0跟1 好不好 好這就是我們之前所講的均數跟我們的差值的 線性變換的關係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人要再講一遍了 有沒有哪裡聽不懂的 hello朋友們 有沒有哪裡聽不懂的 hello hello 靠腰聽得懂比個讚好不好 聽不懂的 拜託也講一下 因為 我們要確保大家這些都是會的 如果有不會的地方 可能消防你就考得不好 第二就是什麼 所以你再講一次算數平均數那裡嗎 你說哪個 你說μy是不是 對 對 對 問就對了 最喜歡你問了 同學 我先問你 停亞你還記得嗎 原本的算數平均數 假如叫μ 後來的我叫μπ好了 可以嗎 假如它的資料的關係叫y等於AX加B 你還記得嗎 後來算數平均數會跟著乘於A倍加B 你這個還記得嗎 不記得 我舉個例子好不好 假如你們班平均60分 可以嗎 數學平均60分 那老師今天突然大發直輩 我沒有加分 我全部人的分數乘於兩倍再加10分 那我問你 你們班平均會跟著怎麼樣 加10分 那兩倍 兩倍不用算了 60乘於2 不是120 每個人都乘於2 我忘記 所以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會跟著乘於2倍加10分 對 對吧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就成績跟著一起乘於2倍 你說加10分 就大家都加10分 所以最後平均你會加10分 對吧 這還蠻好想像的 你知道這個結論之後 你看我這裡做什麼 這一個就是原先的資料 叫X 那這是後來的資料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裡的線性變換 我就是怎樣 把它分子分母 各自各自寫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這樣 那你會發現Sigma1分之1 其實就是一個常數 因為SigmaS的Sigma是固定 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就把它這個很醜的東西 想成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然後後面那個 μ跟Sigma也是固定的 你也把它想成是一個數字 就像什麼 是不是AX加B的感覺 所以你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是跟著會放大A倍 加上B這個常數 對吧 你看 所以後來的算數平均數叫μy 原先的算數平均數叫μx 是跟著乘以了A倍 然後加上了B這個常數 你去算一下你就會發現 就是0 聽懂嗎 就這樣 可以嗎 就是跟著一起放大一個倍數 加上一個常數 對 比較卡的就是你要把Sigma 跟SigmaX分之 負μx 想成是一個常數 要去感覺一下 好不好 就這樣 A6 好再來第三題秒殺好不好 營業額這個會算吧 平均成長率 提醒一下我們要是要用幾何平均數算 第二個要提醒的是記得要減1 為什麼要減1 因為你的平均成長率是跟原本的100%去做比較 所以100%比例是1 所以我們要減掉1才知道你增加多少%或是減少多少% 所以要跟原本做比較 我們來做一次好了 平均1年成長4% 所以就是什麼 就是變成原本的1.04倍 我寫我直接寫了 好累 再來第三年比第二年平均成長 多了多少 1.69 對不對 多了69 我這個成長幅度很高 就是100%再多0.69 所以是1.69 在第四年比第三年成長25% 成長25% 所以是1.25 同學 所以所有的數字乘起來 然後開三次方根 就是它的幾何平均數 最後你要求的變化量 是不是還要減掉100% 所以要減1 可以嗎 開三次方根 有些人應該注意到 老師 1.04 1.69 跟1.25 我好像不太會開三次方根 對吧 有沒有人有這個困難的 還是大家都會開 大家都會開 我就要講下一題了 有沒有人開這個有困難的 有沒有有困難的 你那個比到三次沒用 還是 趕緊講 你給 阿喜 同學 我給這裡提供你一個想法 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開這個三次方根 你可能小數不太會算的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寫成分數 我個人的獨門秘訣 你寫成分數好了 100% 104乘上1.169% 好累喔 乘上1.125% 這樣你會嗎 你看下面都是100 100 是不是就可以把100直接開出根號外部 對吧 再來就是104 169 跟125 你是不是可以去做直音數短出法 音式分解 你看104 我去處理音式分解 你看252 然後226 23 所以就可以把它拆成 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2的三方乘於13 169就是13乘13 然後125的話 125要拆 我知道 這是5乘5乘5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總共有3個5 3個13 3個2 湘庭雅看到嗎 這是3個5 3個13 3個2 可以嗎 可以 你冷靜 你要跟上 你不跟上 我就不跟你講話 等於弱 那是不是3個才可以開出一個 對吧 這是開三次方根的意思 像3個2就可以拿出一個2 所以可以拿出2乘5乘13 所以是130 然後你不要忘了 你的分母是不是還有出於什麼 100 所以就是1.3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130% 然後減掉100% 所以答案就是30% 你知道為什麼突然我寫percent嗎 因為我剛注意到它的平均成長率 它不用小數 它是用percent數 所以答案就是30% 可以介紹嗎 這個30 130就是2乘3乘 2乘13乘5所得來的 好 就這樣 提供你一個思維 寫成分數去做分解 一定可以寫出來 好不好 好 再來第8題 標準差請你自己算 因為這題我覺得太簡單了 因為它每一筆資料都給你了 你可以用定義 每一筆算出平均速度做比較 或者你想要炫技 你想要用方均減均方 也可以 我覺得也很棒 那同學 我覺得這題出的很沒有水準 不過我利用這一題 我講一個概念 我講一個概念 這一個的標準差 你知道嗎 它跟什麼的標準差一樣 假如這個標準差算出來是Sigma 好了 這個Sigma 它等同於2002 2008 2005 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2008 就是把每一筆資料都加2000 所算出來的標準差 跟我現在要算的第四題的標準差 一模一樣 大家知道我來講什麼嗎 就是你把那個鐵頭 就想把它加一個增高點 如果我今天我跟鐵頭都加了一個10公分的增高點 那我們之間的升高差並不會有所改變 懂我意思嗎 所以 再加了2000也一樣也不會有改變 好不好 如果今天我是初題老師 我就會考下面那一題 然後雷 你就會再等下全部都減2000 再算回上面那一題的標準差 然後要得到一樣的答案 好不好 好累 好 再來我要講什麼 再來 我們要休息15秒 然後喝水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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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可不可以看電影啊 最近是不是不能看電影 等一下我有個問題 疫情現在是可以看電影嗎 應該是不行對不對 可以去電影院嗎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一下 大家又睡著了 現在疫情可以去電影院嗎 不是不能群聚嗎 不是不能群聚嗎 不能群聚 可是早上電影不是都沒人嗎 不有差嗎 對齁 我又不知道買票有多少人 對齁 突然想想我這個講法好像有點智障 好想看電影喔 可惡 最近最近我都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 我真的做的有點發慌 總覺得好像應該做點什麼 做點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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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每天都這樣子 有時候在家 有時候來補習班直播 都好像都沒有什麼事可以做 我們問一下好了 各位同學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在家裡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推薦給我們的 有沒有 來我們來問一下鄭好了 可能鄭的生活比較多才多姿一點 來鄭我問你喔 你在家裡都在做什麼 我不想跟你分享 為什麼 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嗎 很可怕嗎 我不能分享 在家裡不是 可是覺得比去學校 好吧 就是 你會覺得 所以你會覺得 比去學校好 對啊 那你跟俊的想法很像 俊也是不太喜歡去學校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在家裡 他有更多的自主時間 或者是 他比較不喜歡跟很多人 有想到 竹女的勾心鬥角 我覺得竹女好恐怖 雖然我以前的志願是念女校 想要考上竹女 但是 後來發現男校其實也還不錯 我覺得竹女真的很多 會有一些小團體的出現 不知道是不是女校都會這樣 反正是男校 男生其實真的是 很奇怪 你也不會勾心鬥小 但是男生的男校就會有很多很奇怪的人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就是上課可能彈吉他 然後還跟數學老師吵架 我記得我們班上有個同學 跟數學老師吵架的理由就是 就是有一天 上數學課 我們的陳友柱老師轉過頭來說 啊 黃米萍 你現在在幹什麼 哦 我在吃便當 數學課給你吃便當 結果黃米萍就爆氣 我們同學就直接爆氣 說為什麼數學課不能吃便當 然後就跟老師吵架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上課要吃便當 然後跟數學老師距離力爭 這個就是祖宗 他會問了一件很無聊的小事 然後堅持自己的想法 然後去跟老師argue 直到後來有一天 他過了兩天之後就問我說 你覺得我吃便當真的錯了嗎 我說對 他開始深刻的反省 他才發現他可能真的做錯了 可是他自私之中 在那幾天的沉澱裡面 他會覺得他自己是對的 我覺得祖宗的人就是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他會堅持自己的己見 然後去做不論或對或錯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想法改觀 他才會放棄那個堅持 祖宗這類型的人很多 感覺很適合念領族 好 好吧 那就這樣了 我要繼續了 再來第五個 分享一下 如果有句可以推薦 我也希望可以開始追個句 要不然真的好無聊 好不好 有句可以推薦 大家可以打在我們的連結 連結下面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不好 順便我們可以交換一下資訊 再來第四題 這一題我個人覺得算不錯 算是一個標準的考題 這一題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怎麼做 第一個他說參加40 40個人參加考試 然後算數平均數跟你講是51 標準差更號20 然後老師 你看老師就是很無聊 有時候就算錯 他將分數0分的同學誤key成什麼 40分 幫他多加40分 想問如果今天我們把他成績金證過來 他的標準差正確的到底應該是多少 這裡因為要求我們的標準差 我們要先理解一下 我們要算標準差 我們勢必可能要代公式 要代公式的話 我們要代哪一個公式 第一個定義 資料要明確 第二個就是怎樣 就是我們變化過的方形點均方 對不對 再開根號 這是資料不明確 很明顯 你叫不出座號1號同學考試考幾分 一定是用資料不明確的做法公式去代入 所以我會用方均減均方去算 這是第一個 再來你要求後來的標準差 你勢必要有什麼 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所以這個我們也可能要先算出來 後來算數平均數怎麼算 很簡單 你就是把40分怎樣 你多加的你把它扣掉 就是重新做一次平均就可以了 那我們要來囉 後來的算數平均數我就寫 mu real 好不好 real就是真實的算數平均數 所以就等於原先的算數平均數 你看51分 乘上40個人可以得到原先的總分 對吧 原先的總分 因為他把0分算的40分 是不是多算40 所以你要怎樣 減掉這個多算40分 之後再去除以什麼 再去除以人數 除以40 這個感覺蠻好算的 你看 51乘以40減40 那就是什麼50個40 所以除以40當然就是50 所以真正的算數平均數 real是50 可以嗎 就這樣 再來我們要得到 因為要方均減均方 我們要得到每一個人的成績的平均 每一個人成績的平均 然後再平方再平均 每一個人的平方再平均 我把它寫出來好了 就是se平加...xn平 然後除以n 然後減掉平方的平均 我們是要帶這個式子 所以我們要給 有原始的那些平方平均把它加起來 但是有人算錯 這就比較麻煩 好我們就從這個著手 他有給我們根號20 所以我們從他開始下手 根號20會等於什麼 這等於se的平方加...xn的平方 好來除以40 然後減掉 減掉平均 它原本平均51 減掉51 這是原先的 所以是可以把se的平方到sn的平方 把它算出來對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整理一下 把原先的每筆資料平均都算出了 平方的總和算出來 有些老師會介紹公式 但我個人覺得不用 因為把公式寫出來自己移向一下就好了 首先左右平方 所以左四是不是得到了20 然後左四得到20之後是把-51的平方移向過去 所以是再加51的平方 最後你的分母有40 所以再移到左四要乘以40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原先資料的每組平方 是長這樣對吧 但你不要忘了 因為我們後來真正的sigma 原本是這樣沒有錯 有一個人算錯了 他就是把0分當成是40的平方去算 所以你必須要怎樣再減40的平方 聽得懂嗎 所以後來的成績 sigma real就會變成什麼 這一長串的數字 20加51的平方 減掉一個從0分變到40分的同學 減掉40的平方 再去除以40 減掉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我們剛剛千辛萬苦為什麼算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就是在這個道理 因為我們等下sigma real要用 這是在減掉我們50的二次方後來的 這個我也特別註解 這個人是什麼 將什麼 將記錯的同學 將記錯扣掉 扣除 大致上是這樣 將記錯的去扣除 你算出來就是我們這一題的答案 接下來就是要計算 我直接偷偷看解答 我可以看到答案算多少 答案是 他答案算出來是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答案是9 答案是9 就這樣 同學 看一下我講什麼 對沒錯 答案標準他就是9 同學到這邊 你有沒有要問的 有問題嗎 哈囉 你們這樣子有問題嗎 有沒有要問的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覺得這一題標準他9 好像怪怪的 答案是給9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吃9 但是我覺得有點奇怪 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奇怪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看 他的標準差一開始是根號20 但是因為掃記一個同學的成績 他的標準差從根號20 然後變成了9 好像變化的量有點太大 所以我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當人數足夠的多 像你看他人數有40個人 我覺得這個標準差的影響 因素應該不會到這麼大 可是他答案竟然差那麼大 我有點訝異 像實在的 好不好 反正答案是9 就是這樣去算 可以嗎 怎麼這一題要學到的是 你怎麼去運用正確的公式去解 然後你也不要太害怕 如果真的不會 你先把公式列出來 然後逐步逐一的去找他需要的條件 像我要先找什麼 我們可能要找出後來的標準差 我們要找後來標準差 我們要先找他後來的平均數 對不對 後來平均數找完之後 你還要找到什麼 每一項的平方 那是不是要從原本的標準差的公式 去找每一項的平方 對吧 就是這樣 好不好 就一步一步做就好了 以上這是第五題 好累 大家會不會累 大家會累嗎 大家會累嗎 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會累嗎 張庭亞你還好嗎 張庭亞我們最後 講六七好不好 把六七講完 六七大概可以花五分鐘就講完 然後講完五分鐘之後我們就讓你們自由 好不好 可以嗎 然後就讓你們下課休息 剩下來題目你可以回去的時候把它寫一寫 然後我會再 我真的有點靠前 你們南一版考卷是不是都寫過了 哈囉 你們南一版考卷是不是都寫過了 還是你們老師有特別出南一版的什麼卷嗎 他有分A卷或B卷嗎 來親愛的朋友們 南一版有考過的朋友好不好 來問一下你們南一版是考什麼卷 你有注意到嗎 他上面有沒有寫說他考什麼卷 你是說考試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 對啊 他有寫吧 進階他就這樣寫AB 有注意到嗎 我可以現在去看 那你要不要現在去看 我幫你看一下電視 看我敲到手 幹 幹 幹 為了比愛心幹我手麻掉 幹 幹 幹 喔手好麻喔 好那我們找正幫我們去看一下好不好 來同學 對 那如果你們那個南一版考卷 如果你們學校考的話 我可以就是課後 因為我們課後可能還要給大家有其他的額外練習 我可能給他 付一份其他的考卷 讓你們有機會去寫其他練習 因為我知道 像那個姚涵同學 跟那個張廷亞同學 會對數學比較樂衷 所以他會想要多寫一些數學題目 那我們是一定要滿足他這樣方面的需求 好不好 不要讓想要寫題目的學生沒有題目可以寫 對不對 讓每個孩子都有家可以歸 那種感覺 好不好 一種歸屬感 好 正回來了沒 正還沒回來 沒有 他把那個上面解掉了 就是他把最上面解掉 但是 就是 男一的 然後 他是塗掉喔 塗掉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剛好 我傳 我傳群組好了 好啊 我偷偷看一下 我用手機看 最近在收到詐騙電話 鄭清君 有啊他有寫 他有寫嗎 他左上角是不是沒有 A還是B 學習評量 看起來他比較像是學生卷 因為他好像有分學生跟老師教師版 他有分進階跟 有些是分AB 有些是分進階跟學習評量 我猜應該是學生寫的 好吧 不過有題目 我覺得你這個很棒 有題目 我大概知道是出哪一張 那我如果有其他分的話就出答案 如果真的不行 為了要避嫌 我可能就會出那個 漢林版的 好不好 要不然 張庭亞全部都考100分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這等於是你們寫之前 就已經知道答案 這樣子感覺 感覺這樣對老師比較不好意思 好同學 那我們現在來看那個 張庭亞 這樣總不好吧 你要是數學考驗小小都考100分 你不覺得這樣不太好嗎 不會 我就是想考100分 讓我們看一下二維數據的 二維數據分析這裡有講 標準化的回歸直線 好不好 大家知道什麼叫標準化的回歸直線嗎 哈囉 沒理我 大家知道什麼叫標準化的回歸直線嗎 你們還記得標準化之後我們得到結果是什麼嗎 這是算數平均數是0 然後標準差是1對不對 算數平均數是0 標準差是1 所以你要讓算數平均數是0 然後標準差是1 不想看到怎麼怎麼講 算數平均數 好我們先看斜率好了 你要寫它的回歸直線 你是不是要先有斜率 y 減掉 mu y 然後等於m倍的 然後 x 減 對不對我們就用公式來 好 來你先看 後來的算數平均數 是不是都是0對吧 我們剛剛講 標準化之後它就是0 然後雷 再來就是要決定它的斜率了 對不對 這個斜率是多少 是不是跟相關係數有關 sigma x分之sigma y 同學好死不死 你的sigma s跟sigma y在這邊是不是都是1 再來就是R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要整理一下我們的所有現有條件 你就得到y減掉就0 y等於R乘上x 對不對 我沒寫錯 同學你知道R是多少嗎 0.6 結束 拜拜 答案就是y等於0.6x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你知道這個題目其實有一個很深的意義在裡面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做標準化 你發現了嗎 假如今天你想要去比較可能A資料跟B資料之間的關係 那它的圖形都是散佈的 所以你求出來回歸直線 是不是就是它的提示點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全部都做標準化這個過程之後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你就把兩筆資料都放在了我們的幾何中心 因為它會變成一個經過原點的斜直線 這樣子你這兩條直線就可以拿來做其他的比較 去看他們之間的相關程度可以放在同一張圖上 今天都懂我來講什麼嗎 這就是為什麼要做標準化的原因之一 好不好 張庭亞這裡可以嗎 張庭亞 庭亞 可以嗎 可以 好最後了我們把第七題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來一個二維數據 就好μx給你了 sigmax也給你了 然後再來給你相關系數 要求回歸直線 他給我回歸直線 那要問個屁 那不是全部都有了 他問什麼 他要問什麼 他要問什麼 他問sigmay是什麼 我們根據我們對回歸直線的了解 就是他的斜率m等於-2 這等於相關系數乘上sigmas分之sigmay 我這裡口頭講一下 這個要怎麼背不會背錯 因為有些人sigmay跟sigmax會背錯 拜託不要背錯 這很好背 你還記得嗎 斜率是不是水平分之千值 懂我意思 先x再看y去看他的什麼 他的比值 所以一定是先x再y 它是一個斜率的意義 所以x會在下方 這樣你就不會背錯 你就忘記的時候就想斜率 他就是斜率 好那繼續講了 所以這裡是不是就是-0.5 然後乘上我們的sigma2 就這樣嗎 就這樣嗎 這個題目 蠻有深度的 雖然我看不太懂 好不好 最後提醒各位一下 你回去你公式要熟記 像我剛才幫你們做的公式的複習 其實我也是講得很簡便 大家應該還記得 你要算相關系數的斜率 你甚至還有另外一種變形是什麼 是把相關系數n什麼的把它乘進去 跟sigmax化減 還有印象嗎 我排名有印象有印象 像相關系數它不是可以寫成真的很多 我最後寫一下這個 可惡為什麼沒有學sigma 對嗎 這個相關系數 然後乘上sigmax分之sigmay 這個是不是可以約掉 知道嗎 然後變成兩個sigmax sigmax又有一種是把n乘進去的 對不對 因為sigmax又可以寫做 根號分之x1-nux 然後除以個數 你看每一個根號裡面 是不是都有一個n分之幾 所以就是有除以根號n 這裡裡面有一個根號n 這裡裡面也有一個根號n 把n乘進去 是不是都可以把根號n抵消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形態 公式真的講不完 可以寫成s-1-mux 然後y1-muy 等一下同學我這裡偷懶好不好 然後把根號的n乘進去 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兩串根號 對不對 變成兩串根號 你又發現 這兩串根號上面的地方 是不是就一樣 對不對 所以它有很多型態 好不好 這我就不講 留給各位 自己回去看之前的筆記去做評評了 好不好 甚至上面的分子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拆開來 寫成相關係數的另外一個變形 這也可以寫成這個 對吧 資料不明的情況 所以都公設變化蠻多的 所以你自己要回去做推導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要多推幾次去感受一下 好不好 到這邊 我們的考卷我們就簡單的掃過 好不好 你看一下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問的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要下課 張天亞應該很開心 來張天亞你們還有沒有要問的 鄭有沒有要問的 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算數平均數 就是我剛剛去翻我們學校給的講義 他其實完全沒有提到這個東西 那就是他其實常常會連結在一起考嗎 你說你說什麼連結在一起考 剛剛後面沒聽清楚 這是算數平均數在這個單元常常會考嗎 你會嗎 一定會考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可是講義裡面都沒有 課本我記得老師也沒有講到 林仔他脫褲子 算數平均數從國小就開始教了 有啦 真的沒有 國三也有教 真的 算數平均數有教 國三你忘記了嗎 有吧 我完全忘了 有啦 國三統計有教啦 你老師要哭了 有啦 國三有教啦 那為什麼說這個張天亞一定會考 同學 你記得嗎 我們從那個算數平均數開始 到標準差 到算回歸直線 每一個都跟算數平均數有關 所以一定要求 你現在張天亞你問的是算數平均數是什麼東西嗎 還是說為什麼要跟算數平均數有關 你是問哪一個層次不太一樣 我不太懂你的問題是問哪一個 那我看錯了 沒事沒事沒事 不是不是 欸你看你要唬爛我了 快點你幹嘛把我講清楚 你不要 沒有我剛才突然把它想成算幾不等式 沒有啦 算幾不等式其實連結比較少 那好可以 媽的你講算數平均數我真的是 我真的好想一頭把他撞死了 我想說統計統頭到底要算幾不等式 所以你不等式比較少 你說我剛才的那個R4分之1 然後加R4的是不是 這個 對對對 就是那個東西 這個 對對對 這個真的比較少考 比較難 剛才那個停均數好像有其他的做法 有可能有其他做法 但是我臨時之間我也沒有想到 那因為我剛好看到它是一個 相 而是一個導數的關係 你看 基本上問導數核 是不是你就想到它相成之後 是不是會不為導數相成為1 所以我就會用算幾不等式去求 而且它也完全符合條件 相加然後有相成的結果 而且兩個數字 因為公比知道的關係都是大於0的 因為它都是偶數次方對不對 四次方 對吧 因為它太符合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不用這個方法 對 可能有其他方法 那暫時我沒想到 也有可能 你看我們像前面知道 那個公比是-1到0之間的那個範圍 也許也可以一個一個推 可以一個一個推嗎 其實我還是覺得不行 好像只能用算幾不等式 我不知道 我期待鄭廷君來跟我分享一下 好不好 就這樣囉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等一下我跟你講這個比較少考 真的比較少考 那算這一張考卷 如果真的只有這個做法 就真的比較難 好不好 不能怪你這一題 我自己也覺得出的蠻深的 那庭君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話 可以幫你的那個做法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也蠻好奇 你是怎麼把它做出來的 因為你通常都是對的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要問的 等一下可以問你三角函數 可以啊 為什麼你有三角函數 那個不是段考的 你們有考三角函數嗎 你們不是考數列極數跟那個而已嗎 這是第一次段考的 你要問第一次段考的 對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方便啊 隨便問啊 好不好 還有嗎 你可以直接把題目送給我好不好 可以嗎 還有沒有要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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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們要下課了 等一下 Chris可以做做看 蠻有趣的 還有姚涵 姚涵小朋友 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人想問的 大家如果沒事可以先下課 沒有關係 欸姚涵姚涵 我問你喔 姚涵姚涵 拜拜 拜拜 我不是欸 姚涵等一下